健康话题,要带您了解肘关节外上科研,就是俗称网球肘,应与网球选手肌球动作时,容易感觉疼痛,事实上,网球肘就是过度使用造成的,像是球拍运动,反手拍虚稳定肘关节,电脑打字等,重复性的腕关节伸直动作,都会对肌肉,肌腱造成压力而产生不适症状,尤其出现疼痛或压痛。 医药记者蒋志伟,网球肘是一项常见造成的手肘外侧疼痛的疾病,不过大部分的患者并非网球的爱好者,甚至从未打过网球,所谓的网球肘,正式的学名叫做公骨外上科研,也就是公骨外上科突起的地方,因为发炎而产生症状,事实上网球肘会有明显压痛的状况,在拧毛巾或者拿东西时候,会产生疼痛酸无力等症状, 秀传纪念医院骨科部运动医学科主任陈维仁VS并有王女士,暂时要减少一些拉扭的动作。 那另外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平常做一些拉伸的动作。 今年70岁王女士,从事修改衣服,经常重复动作,让她出现又痛又麻的状况。 网球肘并有王女士,这个手都酸得要死,痛得要命,就是很严重的,最近我少做,就没有痛得那么严重了。 秀传纪念医院骨科部运动医学科主任陈维仁,网球肘是一般族群,很常见的一个疼痛的问题。 通常好发的位置,大概是在手肘的外侧部分这个地方。 她有时候痛会延伸到这个地方,视力连依人爱院区骨科主治医师洪佩益。 手肘疼痛是很常见的问题。 病患到了门诊,医生告诉她你这个是网球肘。 病人往往觉得奇怪,我又不打网球,怎么会得网球肘? 网球肘症,她的症状主要是,手肘的肱骨外磕突附近的疼痛,尤其是手部在握拉推,还有提重物的时候,会引发剧痛。 罗东博爱医院附建医学科主治医师王静宇。 手靠着,身体微轻。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量握在边边上面。 那我们手肘可以做一个,就是悬前跟悬内的姿势。 那这个姿势也是每一个动作大概是五秒钟。 所以我们的心中可以莫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 然后再回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,也是大概十次为一组。 大概做三组左右,中间可以休息30秒到一分钟。 网球肘的诊断,主要是透过医师的理学检查来进行确认。 在网球肘症状刚开始的阶段,前24小时可以进行冰敷。 如果症状超过48小时,则可以考虑进行热敷。 成大医院骨科部主治医师洪智凯。 也可搭配使用消炎止痛药物以及进行复健治疗。 并且调整可能会引发疼痛的手部姿势。 以及工作项目,让我们的手可以适当地休息。 如果症状持续过久,或是症状太过严重。 则可以考虑进阶的治疗,包括局部做针刺治疗,或是振波治疗。 或者是在痛点进行肋固醇的注射治疗。 张宾秀传医院骨科主治医师黄俊献。 很多人,尤其是劳动工作者,手工的加工业者。 他们手会很常需要出力。 或是说,手会有一个抬的这个动作。 这都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基建。 反复地使用造成发炎疼痛。 那其实治疗的话也不会到太复杂。 一般的话,在急性期我们会以冰敷为主。 那比较缓解之后会热敷。 医药记者蒋志伟,手肘的外侧会不舒服。 通常都是因为基建过度使用,跟压力的负荷过度。 造成的一些过劳的损伤跟拉伤。 主要就是病患的疼痛与不适感在手肘的外侧。 主观来说,医师会帮病友做理学检查与角度测试。 来判断是否有其他问题,或是韧带的损伤。 罗东博爱医院附建医学科主治医师王静宇。 就客观来说的话,我们可以做一些X光片。 先排除一些骨头的问题。 那我们还可以用手边的超音波,去看一下基建有没有一些急性的发炎或者是损伤。 那因为这边我们手肘的外侧,它是由很多条肌肉所组成的。 那在超音波底下更可以分辨,到底是哪一条肌肉的受伤跟损伤。 来,可以做相对应的治疗。 罗东博爱医院骨科主治医师郑雁文。 关于这类网球肘族群。 他们一开始来到诊间的时候, 我们会给他建议是消炎的药物, 以及复健方式的治疗。 医师提醒网球肘治疗。 最有效也是最难做到的,就是要彻底休息。 手腕,前臂至少要休息两周以上。 停止用力抓握,必须冰敷。 热敷,带护具, 配合肌腱伸展或是振波等复健治疗。 一定要调整运动量和湿力的方式。 否则很容易复发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